警方一直捣毁在沙巴老树盘根的贩毒集团 执法人员昨天大动作提控11名毒贩之后 目前布下天罗地网追捕8名再逃嫌犯 全国副警察总长拿督斯里阿玉汉揭露 目前已经肯定有警员涉案 除了两名在职警员昨天被同僚压上法庭面控 当局也在全力揪出49岁的涉案前警员 准备将昔日手足逮捕归案 阿玉汉今天中午在武吉安曼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指出 警方雷厉风行 昨天将11名落网毒销合同党压到沙巴亚币法庭 面对刑事法典第130V条文 由组织犯罪集团罪名 案件将在3月1号过堂 阿玉汉透露 一众面控嫌犯当中有知法犯法的警队成员 Spektur Spektur bekas CID Spektur Rahman dan seorang lagi Sergeant Essa Tsai Salfizan ini pun bekas bukan bekas anggota PD 阿玉汉指出 目前还有八名同伙逍遥法外 分别是三名本地男子 四名菲律宾男子 以及一名印尼女子 其中一名本地男子 是48岁退役警员哈比尔 警方呼吁公众提供情报 协助警方逮捕通缉犯 警方在本案中 一共冻结和充公超过 972万令吉的财物 被冻结的资产总数为 281万令吉 其他包括95万令吉的 各类型器材 11片土地和商铺 还有现金 其他被充公的财物总值 691万令吉 分别包括20辆总值 674万令吉的轿车 价值10万令吉的首饰 以及现金35,041令吉 史上最大装贩毒案 就揪出了三名警员涉案 警队形象再受打击 这名警队第二把交易指出 目前害群之马 只是占了警队的2% 他绝对不会姑息养奸 纵容不法分子 玷污执法队伍形象 就这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